你把生命偷尽了几流 不拘命运的浮沉 你在苦难路上行走 风里雨里不回头 你的脸上写满了春秋 心中装满了宽厚 你的身影影着朝阳 天高云干不顽愁 黄河坛上走着我的娘 凉的雪在我身上流淌 黄土地上处理着我的娘 黄河坛上走着我的娘 凉的雪在我身上流淌 黄土地上中着我的肝 押不顽的几两黄河的魂 黄土地上装着我的肝 押不顽的几两黄河的魂 我随旅长多年出生入死 我这儿腿上都挨我枪子 这儿后背那都是替旅长扛的刀 就凭这些旅长也不会枪毙我的 最多了把我的官录了 去当大头兵那也没什么 可是这位大叔 你有我非亲非故的 你凭啥对我这么好呀 你要真觉得我对你好 那么不管我叫大叔啊 从我把你在悬崖上拉上来 那一刻开始 我就认定了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我心里已经把你当媳妇了 我是个爷们儿 是爷们儿就得保护好自己的媳妇儿 走吧 快走啊 龙岩都在有汽车 说早就到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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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把人带过来 闭嘴 走开 老实点 兄弟 大哥实在对不住了 这小子跟我多年了 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 绑架你那女土匪 她竟然看上了 想娶人家做老婆 怕被你给枪毙 她把人给放了 那姑娘往哪儿跑了 不知道 反正人是我放的 要杀了我 冲我来 搞帮子兄弟 干啥 你知不知道那姑娘 连姑娘使我找到十几眼 都没找到的亲侄女 我亲侄女 兄弟 别急 我 我 张胖子 你放走那个有没有告诉你 是我大侄女判定 还是我二侄女赵蒂 我 我也闹不清楚 到底是哪个 他就是个抱权 应该是老二 我在七十二代看他很清楚 老大比老二高一大截呢 没错 我大侄女从小就是个大哥子 高帮子我再问你 你到底看没看清楚 他们是从后山悬崖顺着藤条趴走啊 还是被摔死了 我也不知道 手下人跟我汇报说 是顺着藤条爬走的 你为什么不去看 兄弟 息怒 都小点声 别把硬条吵醒了 高帮子 你犯的罪过 够我强被你一百回 小羽儿 你先别着急 我顺着藤条都去挨底下看了 倒是没看见尸体 没想到当年的一场误会 十六年了 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 要报应的话 报应我一个人身上就行了 我们出动的是真贵军 我们出动的是真贵军 两个孩子一定以为是我的主意 从此以后 他们会更恨龙家 更恨我龙彦宗 龙院长 他们跑得不照顾我 什么意思啊 您不经常教育我们说 天大地大国家最大吗 朝地叛地当了土匪 国法难容 要是他们现在 站在你面前 应该怎么办 就算马家铺子的悬案 是因为马财主好色而起 可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绑架县长 这个罪过 谁能帮他们免了 要我说 立刻让全孝兴 各乡各阵都张贴告示 就说七十二寨的土匪 已经跑了 让百姓严加防范 直接告示 不画画乡 这两个丫头 如果聪明的话 看到告示 立刻离开孝兴地界 这样 也省得我异地将来犯难 我看 未必管用 这两个孩子要是怕事 敢绑架县长 再说他们手里边 还有几条枪 就怕误会越来越深 他们天而走险 你说 要是当劫杀人 放火行凶 怎么弄 就是 忠目睽睽之下 如果再犯大错 想救他们都能 可现在有什么办法 把这两个丫头找回来呢 怎么找 是啊 总不能贴个告示 说龙县长的两个侄女 是土匪头子吧 那都没有用 他们不相信龙家 更不相信县长 再说了 啥叫找 警察找着 那还不是被找到的土匪吗 除非 他们自己出现 那还算是 偷安自首 怕的是啊 他们现在已经混进了孝心城 正找机会报复龙家 我虽然做了部署 可就怕天黑以后 巡逻的稍有疏忽 他们再放火 这两个孩子当年就放过火 这是什么 拿手 就来 衣衣 行 走吧 看看 看一下 什么 张主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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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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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洋活怎么卖 这些我都要了 好嘞 我给您包起来 现在天干物燥 最适合的就是火工 我跟赵地本不想伤及无辜 可这是最后的机会 如果不放火 就没法为我娘报仇 放火就对了 这些个有钱人 个个心狠手辣 只许他们欺负我们 不许我们报仇 上 来 你们看看 这就是龙家 这就是龙家的祠堂 就是龙家的祠堂 我们要想办法先上祠堂 多处下人会去救火 这时候龙家就空虚了 我们从后门进入 从厨房 客厅 到管家房同时放火 我就不信了 绕死那两个可恶的老太婆 朝地判定我打小就认识 都是好孩子 可毕竟 十多年未曾谋面 现在变成什么样 谁也不知道 若真是心狠手辣呢 这个阶级风大 一旦着火 火界风势 风筑火灰 一招一大片 别说龙家了 就是左邻右舍 也得跟着遭殃 如果真是这样 我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我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真到那个时候 总有千般借口 谁还能救得了那两个孩子 都怪我 一边去 不 高旅长 紧急军行 念 日寇六个大队分两路 跨旅梁山脉 同时进攻孝星与林县 帝君来势凶猛 尚服要高旅长 无论如何要属住真谛 那 那那 军令如山哪 兄弟 大哥 大哥先走一步 别再是给我装送送战 即便要枪毙你 也要等杀光小鬼子以后再说 上战场 给我当先锋去 是 龙县长 病人忽然昏迷 病医还没有查出来 得让他好好休息 你们也先请回吧 医生 麻烦你了 没有 别拔呀 你这 你怎么自己把针头给拔了呀 这么好的药 应该留给前线的将士们 我是土匪的娘 我不配 你 你说颜宗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那他为什么不回家呢 咱家三少爷 不是一向如此吗 只要有公务在身 啥时候想不回我家呢 我 祖宗啊 保佑颜宗平平安安 龙家平平安安 别拔我 赶紧我 看了着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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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门了 爹要去省城 去省城干吗 去省城帮咱们集中货站备货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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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呢 你爸爸按摩 我刚进去了 我看不到 蘸点酱油 蘸点醋 你们两个小丫头骗子 自己不会包鸡蛋的 你能麻烦爹呢 现在这个家呀 连个下人都没有 我俩官女 当爹的伺候我官女 我愿意 我高兴 古风村的老姚珀 你们可不能嫌弃 这么好的家 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两年 你们仨记着 一辈子都不能忘了 爹对你们的好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可找到您了 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我听说了 七十二寨除了土匪 我那俩闺女 叛帝和昭帝 是土匪头子 什么 叛帝昭帝 土匪头子 怎么会啊 佛叔啊 请你帮我在这块木板上 写几个大字 笔和大红 我都从县城里拿来了 二少奶奶 你有写什么呀 教女无方柳婴娘复今起废 孕癌千刀万剝 为二女赎罪 这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 是啊 柳英娘啊 英娘 你这父亲请罪 为的是哪一般啊 二少奶奶 您这么做 大小姐汉小姐 就能出来相认 但凡有一点点希望 我这个当娘的 都得试试 哪怕是他们已经跑了 不再笑笑了 我也得这么做 我柳英娘的闺女当了土匪 我得向孝行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真的是柳英娘 我说你 你这唱的是哪一种啊 你 你不先丢人啊 宗宗还先丢人哪 就是啊 三叔公 四叔公 刘帝和赵帝没死 你 你那俩丫头找着了 我还没看见他们 不过我听说 他们侮辱歧途当了土匪 土匪 谁 他们虽然没有杀人约祸 可这名声 让龙家祖宗丢人了 我这当娘的 既然听说了 就不能装糊涂 今天 我要给全孝行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孩子没学好 是我柳英娘 我娘教女无妨 跟龙家祖宗 没关系 哥 这娘们儿就是女娘子 她怎么没回来呢 干嘛呢这是 我娘最恨的就是她 跟着你瞧瞧 走吧 走 齐宗哥 有这事 潘帝 你娘是不是叫柳英娘 是啊 你娘 她好像没死 不可能 我师父亲跟我跟我说的 她是被枪毙的 不是 可我刚才亲眼在街上看见个大婶 正在附近请罪呢 听别人说 她就是柳英娘 在哪儿 这两个孩子 在小心过得最好的日子 就是在那处小院里 我记得 那处院子的门口外面的街道够宽敞 傅叔 就辛苦您 帮我搭一个八尺剑方的断头台 要是能替潘帝和昭帝赎罪 我这个当娘的 愿意被千刀万剐 我听说 潘帝和昭帝在孝心有眼线 他们知道了 汐儿一定会来送我 到时候服输 您就去报告警察 让警察来抓他们伏法 我相信 孩子的三叔一定会想方设法 免了他们的死罪 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十年 二日 你还有机会重新做人呢 那我去看 咱们去看 这孩子的虚拐 庞里 你也会有时候 好 我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 家裡的事都是您操心 辛苦了 這個檯子搭得真漂亮 死在這兒 最容易見到二少爺 二少爺爺 您可不能這麼說 福叔 再辛苦您 幫我綁在柱子上 開始 我就是 車路 他没有什么关系 这儿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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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娘真的还活着 阿贝 当心是拳头 对 对 一定是拳头 龙岩宗态度不是动静 竟然拿我娘来当幼儿的 安丁 就算她没有杀你娘 你也不能生气 今天夜里 我们方黎为娘报仇 我娘真的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 刘 来 小三 来 来 林俩atable 十几年以前 你跑了 现在又回孝兴来干什么呢 这 这闹得是哪一处啊 切九也好 嬴阳不识字 后面这块板子是仇人写的 上面写得很清楚 前面是 教女乌方 留婴娘 负荆请罪 后面是 愿挨千刀万剐 替二女赎罪 老婆 这些年 你一直跟着你家二少奶奶吗 是 她没得封病吧 没有 我还以为她急得找闺女找不着 急疯了她 刘姨娘 我问你 你那两个女儿还活着 他们犯了什么罪啊 大女儿攀帝 二女儿昭帝 误入歧途 上了七十二债 虽为烧杀强掠 不算土匪 可是绑架了她三叔 真是罪不可恕 父老乡亲们 可能都听说了 前两天 县长龙颜宗被绑票了 是我那两个闺女干的 他们离开孝星十几年了 我想是当年 看到了政府要枪毙我的告示 以为是她三叔龙颜宗要害死我 所以心生记恨 原本是家事 却酿成大祸 这一切过错 皆因我这个当娘的而起 我愿意替两个闺女 接受惩罚 真是笑话 娘是娘 闺女是闺女 你能听得了吗 那两个丫头 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 黄其贵 你看不上柳英娘可以 可你说话要对着良心 判帝昭帝 那小时候我也见过 那可是两个好姑娘啊 识文断字 彬彬有礼 你从哪儿看出来 他们不是好东西啊 就是 那俩孩子真是好孩子 当年都是因为误会 才离开了咱们龙家 听英娘你的意思是 这俩孩子现在流落江湖了 我记着 老嫂子曾经说过 我们龙家对不住两位小姐 若是有朝一日他们回来了 我们龙家还要后待人家 我说老七啊 你老姐姐说这话的时候 我记着你也在场啊 就是 我是被她 被她气糊涂了 龙家的小姐当了土匪 你说 你说她不但不隐瞒 还 还大肆地张扬 这 这 这祖宗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 去去去去 请问七舅爷 做了错事瞒着祖宗 难道就不丢人了吗 我 当年叛帝和昭帝离开龙家 孩子他三叔龙县长 一直很自责 这么多年 从来没间断地去找他们 没少费心思 他多次对我说 对两个侄女心怀愧疚 可是 他是一个好县长 绝对不会辜负政府对他的信任 做出循私枉法的事来 我若再有意隐瞒 岂不是让他两头为难 嬴娘 言之有理啊 严宗是官家 身不由己 你能这么体谅他 难得 可他在这里面父亲请罪 你跟谁请啊 这里尚没有皇帝老子 下连个 连个小警察都没有啊 是不是 我要向孝星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当年 政府给我下判决书的时候 是乡亲们救了我 也就是说 我的命是大家给的 今天 我在这儿再次求求大家 我要为我的两个闺女赎罪 请大家帮帮我 用石头砸我 用刀子扎我都行 了结了我的性命吧 只求大家 在警察抓到我闺女的时候 能像当年救我那样 替他们求个情 这两个孩子命苦 从小死了爹 又离开了娘 因斩辈间的恩怨而误入歧途 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 求大家 给这两个孩子一次 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好 现场 嗨 哈 现场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奶 我二嫂怎么了 她上大街上附近请罪 要给招递判递赎罪啊 柳芸娘 你别在这儿受罪了 大伙儿相信你 是啊 丁娘 你呀 叫不出杀人放我的闺女来 来 大叔啊 给你解开 不 这位大叔请别上来 当年 我和两个闺女失散的时候 老大叛帝九岁 老二念帝七岁 十多年过去了 我这个当娘的 没给他们做过一口饭 也没缝过一件衣服 冬天 不知道他们穿得暖不暖 夏天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上 一口干净的东西 虽赵思暮想 却无济于事 只有今天这个机会 让我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 也算是我这个当娘的 尽了责任 我柳婴娘对天发誓 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请大家快点动手吧 能为我失散多年的两个闺女 做点神吗 我婴娘 死而无恨 这个当娘的真是不容易呀 是听说七十二战出了土匪 绑了县长 可别的坏事他们也没干哪 是啊 侄女绑叔叔说到底是家里人的矛盾 不该判刑啊 就是啊 柳婴娘 你别怕 等你俩闺女回来 我们都帮你 对 大叔叔帮你倒起来去理论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爷娘 你这个当娘的是这份的 这什么玩意啊 有杂商去 他不容易挨刀子吗 童子 孙少爷 您说得轻巧 他可是县长的嫂子 要是我们动了手 万一算我们杀人 枪毙咋办 就是啊 你不是说龙颜宗跟他友谊腿吗 县长准备老情人报仇 还不收拾死我们 就是 就让他这么雕美人心 这上一天点严肃巧的啊 前拿去喝酒 快点儿 走开走开走开 让开 让开点儿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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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口片儿 刘英娘 你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可再好听 你姑娘是土匪 对 过街老鼠仍然喊打 土匪比老鼠可很多了 土匪的娘该打 她这闺女就是个土匪 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 她给七十二代的土匪 当过压寨夫人 她就是女土匪 打她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别打了 打她 我把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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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打 住手 住手 别打了 打了 拿她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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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叔 让开 不 儿上奶奶 容服我没招务好两个小姐 儿上奶奶现在是为小姐受过 容服李丹先生 夫叔 这都是我要做的 你都在我面前任我于心何忍呢 夫叔 让开 是这老头 给我找硬家伙打那个老东西 好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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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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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旁边 你在这 别动 你说 屎兄弟们 干什么 打 走 别人了 别人打了 别人打了 打了 打了 打打了 得打了 打了 闭人家 来 闭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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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闭人家 闭人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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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跑吧 小伙子快跑啊 你蹭呀你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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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输 我 三杀也来了 老奴这人太寒碜 我 我先告退了 我扫你这事 龙县长 你别管 让开 怎么回事 蛇县长 让开 让开 蛇县长 我知道 他们打人 恶人先告状 刚才就是他们 给柳英娘身上 让烂菜叶子抽鸡蛋的 没错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先打得乱 对啊 这几个小混伙 就是地痞流氓 就是啊 就是他们先打得乱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站起来跟手机长说说 不是我们 是龙家的掌房 孙少爷给钱让我们干的 龙徐公 你过来 三 三叔 龙徐公 过来 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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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开 扎开 这大伙子 现场 算了 你是让我这块大人呢 在七十二天见过 你射箭吧 哥 咱中计了 你他妈拼了 干 快 你们就是吵架班啊 是吵架班吗 判弟 判弟 张弟 你们在吗 当年 他们说你们跟着盖家班走了 那承下 那个班主不姓盖 他姓潮啊 这仅仅一字之差 娘白白招了你们十几年呢 还有你们的福爷爷 瘸着一条腿 为了找你们走了几万里路啊 判弟 赵弟 你们要在 就给娘听着 你们误会再说了 他是个好人 这些年为了找你们 他没少费心思 娘听说了 你们在马家铺子杀了人 才被迫上的七十二债 你们三叔也都查清楚了 那场血案事出有因 不全怪你们 你们快出来伏法 悬崖勒马 还不晚呢 判弟 赵弟 娘知道你们手上有枪 要是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 那可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判弟 赵弟 不管你们做过什么错事 你们都是娘的心头肉啊 好 小龟娘 二贵妮 二贵妮 娘 你们哪 pray for your friend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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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苦 青春短 岁月盲 不可负烧光 赵思量 暮年香 为儿女 凋谢一生芬芳 别离多 相聚少 月光寒 秋来假衣裳 天不慌 人已老 梦已长 叹情似人白霜 她知道北风难防 枯树难挡 人情冷暖 世事无常 她在何处 家就在何方 人生苦 青春短 岁月盲 不可负烧光 赵思量 暮年香 为儿女 凋谢一生芬芳 别离多 相聚少 月光寒 秋来假衣裳 天不慌 人已老 梦已长 叹情似人白霜 她知道北风难防 枯树难挡 人情冷暖 世事无常 她在何处 家就在何方 她知道命运 坎坷 不必悲伤 人是沧桑 谁能无恙 再多地患难 心不曾绝望 她在何处 家就在何方 未经许可,不得了 人情结束 人情连离 人情情隘 人情 人情 人情